今天咱们这个录像这几集的这个女嘉宾 那真是一个比一个都一样漂亮 都一样漂亮 我刚学了一招 刚涛哥就给你个建议 叫你尽量拉低 不然你就会输给又婷跟韦杰 那马上小婷就一下 一下就拉下来 因为刚才我在说 我说我这下面好像有一点漏什么的 没有就我觉得 说实话知道 当然这个和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是很一致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的 至少我会 而且我相信会有很多女士 会觉得当众的 会被其他的男士来评论她的外貌 是会自己会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女士 如果说她自己不注重自己的仪表 不用一种很presentable的一种形象 出现在公共场合 那是她的不对 但是呢 如果说她做到了 自己应该做的 然后出现在那里 但是呢 被男士品头论足 那就是男士的不对 你讲得非常好 正是我们下一集的话题 涛哥对我说的话 我觉得呢 我能够理解涛哥的心 对不对 他没有坏心 他没有在歧视我 没有在欺负我 但是呢 真的会让女士不舒服 就是说 这是一种文化 夸你好看 你会觉得不舒服 看你 因为你知道这种好看呢 有的时候是有种很客气的一种度 你知道吗 如果说那个度是在这种舒服的范围内的话 这是一种礼貌 这是你的一种风度 有的时候你要是不说 反倒是你的不对 按照你的这个标准 但是一旦过了的话 对 那么女士就会觉得 哎 你想干嘛 对 按照你的这个标准 我刚才觉得 我说的这个 还属于让他舒服的范围 但是到了家晖 你已经有点直漏了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 就是看那个人跟你的关系 当然我们要看几个因素 第一个关系 比方说 你觉得你了解涛哥 没有恶意 你跟我不熟 你可能觉得 叫怪叔叔 叫什么 还有我跟他那个关系不一样 对 然后他 他喜不喜欢对方 还有这个权力关系 还有这个长河 经常说文明 他会反省讨论说 那是不是说 要这样 那交往要这样 小田 我先确认 我现在可以赞美你吗 你要美我一眼 你是谁 好吧 你赞吧 这样到较地步 我觉得跑题了 涛哥 咱们没跑题 没跑题 既然你们俩说到这了 我决定调整一下题目 我们现在的人 该怎么看待这个妇女歧视 这个话题 我觉得跟涛哥来讨论 很复杂 很难 你知道吗 就像很多时候 有一些男士会对我说一些话 我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 去包容 我觉得这是我做的额外的工作 但是很不幸 在很多场合 我需要去做这种额外的一些工作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很招人讨厌 因为我真的是 我是拥戴政治正确的 我也拥戴 你听我说完 台面大家都应该政治正确 但是我想说 那个政治正确不仅仅是台面 政治正确不是虚伪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部分 至于私下里的部分 我现在觉得 需要两个人互相探测 任何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能够接受和容忍的尺度 都是不同的 甚至于还在变化 就是有的时候 今年咱们俩这交情 你可以跟我这么说 明年我的思想境界提升了 我就觉得你不能这么说 所以这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这个世界的多元化 一方面 如果说你还想跟人家亲近 那么你就应该敏感地探测 它的尺度和它的变化 下次别冒犯人家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 在私人生活里 我就发现朋友圈就渐渐形成了 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游戏规则 包括聊天的画风 默契 就是默契了 实际我觉得还是中国人讲的对 人跟人是讲缘分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有很多正确的原则 可是谁都捆在这个原则里活着 还不如离开你这个世界 也不能这样说 刚才我先说 嘉雯老师刚才说的 美国某个州它的法律 我相信它那是legal advice 而不是legal requirement 那我觉得就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度 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advice 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男的就说那搞什么搞 那我还玩什么呢 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就觉得很烦躁 很抵触 但是呢 女性看到这个make sense啊 可以啊 因为什么 因为这肯定是两类人 有一类是你的女朋友啊 你跟你的女朋友 有任何的一些情况什么的 或者甚至是你的太太 你需要什么书面的concent 你写出来吗 不可能啊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 你不知道 它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想的 那好 我们干脆写下来 对不对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和这些人 整天泡一块呢 对不对 女生 女生就会想啊 你好好的有一个正常的 人有选择权利啊 什么叫好好 什么叫不好 当然就是说 如果这是 我们就有一句话 就是you make a bed and you sleep in it 就你自己坐的床 你自己睡进去 用英文冰论起来 这是你的选择 你要和这样子 你搞不清楚 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搞不清楚 他对上床这个行为的界定 是什么的女孩子在一起 甚至要冒险 跟他有进一步的行动 那是你的选择 如果你要有这样的选择 当然会有进一步的 甚至是法律方面的风险 如果你又不愿意 承担这样的法律风险 那么好 legal advice就出来了 那你们写一下 我听了他刚才的话 我就想起萨特的一句话 叫他人及地狱 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 跟陌生人打交道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现在说实在的 我只喜欢跟熟人打交道 因为熟人就意味着 没有这些事 大家都明白 哎呀 涛科现在成了 故里之友了 你说的不就我说的 女性的观点吗 女性的视角 每当你跟陌生人 打交道的时候 我现在就犯 你像我有很多朋友 美国回来的学者 你说他们的感受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都是 很有修养的人 但是他们会觉得 跟美国一些女教授开会 就像上班一样 说好累 就这个政治正确 每一句的用词 都必须特别 对 所以我说 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得在台面上混 在台面上混 你就这样 这样能在最大公约数上 你别伤害人家 但是实际上 谁要老在台面上混呢 他能得忧郁症 他做我们这个女嘉宾呢 有时候经常让我觉得呢 接不上话 他水平太高了 他说经常说出一些男嘉宾 想不到的一些话来 所以 而且小条呢 他也是性格很有特点 那双子做的这个女的 往往就反应非常 反应非常快 反应非常快 但是我有时候也说啊 他有点反应过快 有点像这个 容易受惊 就有的时候啊 我说出一个什么话来啊 他会被我吓着 我发现有的时候 他会觉得 我是不是想调侃他 其实我还没聪明到那一步 就是我们凤凰 有这样的奇女子是吧 多了也很可怕 但是呢 有一个那就是名阳天下 枪枪三人行 今天咱们伟杰是彻底赤化了 是的 我今天趁热点算红点 对 但是让你对面这位 变成了公牛 不能评论女孩的 女生的衣服 为什么 终于知道教训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评论女生 你想知道为什么 请重看三个月前 枪枪三人行 知道吗 小事一周 小事一周 那个 眼界有多远 世界有多大 明夜轻盈 行走在阳光底下 无论身在何方 不会忘记 出发时的那一刻 深沉的积淀和感悟 是岁月留给 人生的礼物 海纳百川 圆绒而风银 传承华夏文化自信 记录文雅 展示激情 天宫抖走 不居一鸽 来自心底的温度 才是 你的风度